小佳 啊 我问你一个事情呗 你不要介意啊 啥事呀 是这样的 你刚才不是提东西的时候吗 因为你的衣服太短了 我无意间好像看到你 腰上有了个伤口是不是 真的看到了 对啊 你衣服太短了吗 你别介意啊 没事 哎呀 说到这个伤口 也是一段痛苦的回应 啊 是怎么回事吗 那个时候我也出去打工嘛 然后 去打工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伤到自己嘛 我就是工伤咯 对 但是老板就不管不问了嘛 他老板居然不管 对啊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 老板不管我爸都出去借钱 爸爸的日子真的 特别难过 也没人照顾我 然后自己 你知道吗 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麻醉药一过的时候 一个人在那里 想喝口水 都没人递过来 那也是个痛苦的回应 但是熬过来了嘛 那后来呢 后来就因为 没人照顾我 然后 我自己又 就是刚开始 动了手术之后 不能下地做法嘛 然后我就只有点外卖 点外卖的时候 就给那些面啊 粉啊那些 就便宜一点嘛 但是那些东西嘛 就 花椒啊 胡椒啊 辣椒那些 特别多嘛 然后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也没忌口嘛 没忌口 没忌口 后面就 留下了 很深的那个伤疤 原来这么回事 你应该是吃了 没有营养吧 然后恢复的不够好 是吧 那个时候 哪里有钱 没药品啊 那你伤疤的话 是不是挺大的呀 对啊 不好意思小佳 我提醒你的伤心事了 我都怕以后 我找的男朋友会嫌弃 我有这个疤 因为啊 这个疤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它是从 它是从这里 从这里 从这里 它就是这里 它是树枕的这个疤 到这里 很长的 二十多厘米长 而且这个疤 其实我每天晚上 有时候摸到它的时候 只要我睡觉的时候 摸到它的时候 心里又特别特别难 小佳 你不要去多想了吗 我觉得你这么善良 然后又勤快能干的女孩子 谁找到都是福气嘛 怎么会有嫌弃呢 我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 我还是有多个乐观的女孩子嘛 对啊 对乐观一点 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过去了 美哥 不提了 对比想起来 aja 。